玫瑰的故事中黄一梅说是有四个男朋友 但实际上飞行员何希到最后两集才出现 和玫瑰谈了好像又没谈 怪之怪她遇到的是一个彻底觉醒的黄一梅 在灵魂伴侣傅家明去世后 黄一梅开启了专心搞事业享受人生的洒脱模式 在陪伴女儿尝试飞行模拟课时 对驾驶飞机产生了兴趣 于是便和帅气的飞行教练何希有了交集 两个人虽然有着不小的年龄差距 但肆意洒脱野蛮绽放的玫瑰还是吸引了何希 黄一梅对这个帅气的飞行员弟弟也算是有些好感 但爱情早已经不是她人生第一位重要的东西了 后面何希在黄一梅的鼓励下去飞行学校继续深造 临别时何希想要给黄一梅一个承诺 说自己在一年后一定会回来 但黄一梅却制止了她 因为在玫瑰看来不确定性才是未来最吸引人的地方 两个人就这样从容的说了再见 在经历了数段感情之后 黄一梅终于完全的掌控了自己 收获了令所有人都羡慕的自由 她不畏惧未来 前路或许迷茫 但一点点探索正是乐趣所在 她不畏惧年龄 虽然已经40岁 但不出意外的话人生还很长 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 想想傅家明 把人生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 尽可能不留遗憾 面对无法预测的风雨也能坦然接受 因为这就是人生 只有不舍没有不甘 同样的她也不再畏惧每一段感情的发生 爱情来了就去爱 不想爱就不爱 这些都是人生路途上的风景 可以驻足停留 也可以匆匆而过 因为她是自由的 不再为自己设限 没有既定的目的地 走走停停 随遇而安 何夕或许遇到的是最好版本的黄一梅 她不畏手畏脚 不沾前顾后 她依然美丽 依然保有善良 她拥有一个女人一切迷人的样子 但她遇到的 或许也是最差版本的黄一梅 因为换作年轻的她 一定会和自己轰轰烈烈的爱一场 但现在的黄一梅 人生当中早就不只有爱情 她是如此的宽广 可以容纳下各种兴起有趣的事情 爱情也不过是其中之一 她终于完完全全的 活成了玫瑰的样子 美丽 带刺 诱人又让人畏惧 太多人被她吸引 可他们哪里知道 她只为自己绽放